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上志 在乌克兰战争除了战争之外 有没有一点点和平的可能 因为如果不和平的话 以乌克兰为主的整个欧洲的情势 会不会四分五裂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整个有关于泽伦斯基 他最新在接受美联社的专访的时候 他提到又出现了和平 他说不会放弃和俄罗斯和平谈判的机会 愿用外交和谈来停战 我们又有一点感觉不太一样 因为要知道先前在布查小镇的屠杀之后 泽伦斯基的放话非常的强硬 他说之后拒绝和谈 一副就是真的要跟俄罗斯打到底 那么当然在当下非常的悲愤 但是现在是不是又改口了 那么当然在这当中 其实国际上也都在关注各国动作 和平除了靠自己 靠恶务双方之外 国际的谈判局势也很重要 这里头美国的角色更重要了 这里头土耳其的退役控军商校 这位伊赫桑塞法商校 他特别在他的评论当中提到 他说美国和北约的做法 比火上加油更恶劣 他们不在乎人们的性命 失踪失去家人 只在乎霸权 特别是美国也想利用 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恐惧 利用这个恐惧来团结北约 短短三句话 其实确实归纳美国方面 总体的战略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来听听这位 土耳其的部分上校他的说法 搜射覓 做一声 辛苦了 青春精神 鲜崔法商 中国 PCB 很正常 军 军 做一声 美的 港 從美國觀點之外 我們最近越來越聽到更多 印度 土耳其不同的角度的觀點 因為這裡頭如果 烏克蘭沒有解決 會出現一個 最近剛傳出的非常的驚悚 這裡頭部分是被披露說 波蘭的前外長拉多斯瓦夫說 在開戰之初 其實普京曾經向 波蘭提議要瓜分 烏克蘭 而且這瓜分的結果是 波蘭可以獲得包括利維夫 也就是烏西的部分 靠近波蘭邊境當中的 其他五個州 這個真的是 波蘭沒有答應 最終是這樣 當然對於和平的部分 調停的部分 還包括各國的努力 我們都知道在先前 在法國的總統馬克宏 介入非常部分的聲 但是這裡頭提到波蘭 波蘭的總理莫拉維茲 其實對於最近一直以來 對於法國總統馬克宏的調停 始終批評他徒勞無功 這個批評他都非常的赤裸 這使得馬克宏非常火大 他甚至在先前用極右反油分子 來形容波蘭總理 這個部分真的是很重的詞 這使得整個波蘭 甚至在8號的時候 在前兩天特別召見了法國大使 怎麼回事 你總統講這個事 當然馬克宏為什麼會這麼激烈 主要還是因為他現在在國內 法國的當中的 接下來即將有的大選 競爭非常激烈 我們來看 他跟他的對手 親俄的極右派的雷鵬 他們這兩位 我們看從3月16號 當時馬克宏在介入 很多的和平談判 調停的時候 他聲望非常高 80%對18% 但是這一路以來不斷的下滑 4月8號最新的這個調查 只有3%而已 而且甚至在前兩天 最近曾經有到1%的距離 那麼現在的狀況如何 待會我們也會有解讀 當然馬克宏如果敗選的話 整個因為現在剛剛講 法國整個的政治立場 對於俄羅斯 對於整個歐盟 包括北約 可能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可能會瓦解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 北約官員當中 對於現在包括馬克宏 也有一點在表達說 以後他暗示 歐盟應該要自己軍隊 也就歐洲國家 歐盟自己的軍隊 不能只有美國主導的北約 因為這樣太無能了 那麼北約官員認為 這是非常不光彩的說法 要知道其實現在 在整個歐洲當中 從烏克蘭為起點當中的 這種分裂跟開始不確定 波蘭跟法國也都吵來吵去 歐洲大陸有沒有一種分裂 深化包括俄中結盟的可能性 還有包括現在眼前 加速了軍備競賽 現在在經濟學人當中 他特別提到 烏克蘭戰爭將會從非常多的層面 來改變事件 特別是有一個說法是 有沒有可能在先前 柏林圍牆之後 未來在歐洲以另外一種形式 築起一個新的圍牆 由俄烏戰爭來開始 季老師你在平段 現在我們看到 由烏克蘭為起點當中 這種歐洲的一點點分裂的態勢 可能性怎麼樣 現在已經很明顯了 我覺得俄烏戰爭 現在已經造成 歐盟會員國之間的 彼此互相指責 而且甚至在互相鬥爭 另外一方面又造成 北約內部也產生了裂痕 也在彼此放話 像這個土耳其 他雖然不是歐盟 他是北約的成員 波蘭是雙方都有 他也是北約 他也是歐盟的成員 所以現在這一次俄烏戰爭 可以說把歐洲大陸上的 薪酬舊恨 通通把它打出來了 然後現實利益跟傳統的 之間的本來的相互的猜疑 跟歷史的仇恨 我覺得這次都被 醫病的都打出來了 誰最高興 我們傳統的國際政治化 美國最高興 英國最高興 因為這兩個國家 都不希望看到一個團結的歐洲 歐盟是在團結歐洲 那麼北約也可以團結歐洲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些事情看起來 獲利最大的應該就是 英國跟美國 現在馬克宏 這個等於說已經有人在挑戰他了 那波蘭出來跟他這個 等於直接校正 我覺得就是向他開槍 希望他這次就下台了 可是問題這個裡面 就馬克宏 但現在已經可能開始投票 因為歐洲北門晚六個小時 就是今天在投票 那麼馬克宏大概還是要兩個禮拜 即使他這一次第一輪 他小贏 或者說甚至沒有贏 他應該還是可以順利進入第二輪 第二輪就很難說了 所以他還有兩個禮拜 那要看這些歐洲人是不是 是不是繼續追殺他 如果繼續追殺他 他下台 下台有一點 其實對歐洲也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下台的話 如果現在雷鵬出來的話 雷鵬他們這些極右派的 根本就一再高唱 就是希望法國退出北約的 對 那法國退出北約的話 那這個歐洲的整個防衛體系 那就是說戰後的一個防衛體系 那就真正被逐了一條牆 難以想像 因為法國本來就有 從戴高樂開始 就有反北約的傳統 那就是以北約派就很強 那現在如果退出的話 歐洲的防衛上的安全上的過去 冷戰以後建築的整個的一個集團 可能就面臨分裂 不過整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歐洲現在是陷入 越來越多的亂 比如說波蘭的這件事情 他這個前外長才剛下台 那麼接受訪問 他講的是2008的時候 這件事情 因為2008那時候 北約通過一個決議 要把兩個前蘇聯國家加入 納到北約 一個是喬治亞 一個就是烏克蘭 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 烏克蘭就是危機 已經快爆發危機了 後來因為俄國打喬治亞以後 北約方面就退縮了 所以那個時候 談到烏克蘭是有可能的 不過後來我看他 這個烏克蘭的總理 現任總理 跟這個被報道說 說普丁要瓜分 烏克蘭這件事情 他們也都殺了車了 總理說絕對不可能 波蘭不會做這個事 那這個前外長說 他的一些講法 那麼受到了擴充的一種隱身 不過烏克蘭這個國家 普丁講的沒錯 它是一個人造的國家 這個國家進入到近代歷史來 它真正成為一個國家 在就說1991年脫離 這個蘇聯以來之前 它只有兩年 就烏克蘭這個國家只存在過兩年 很短的時間 傳統上它是波蘭跟俄羅斯 兩大勢力之間的一個緩衝 所以長期在波蘭 或者在俄羅斯的統治之下 那因為波蘭是天主教 那麼烏克蘭 這個俄羅斯是東正教 因為它輪流的統治就把烏克蘭這個民族 變成兩半 烏東烏西就是很明顯都是不同的 一邊是烏西就是天主教 靠近波蘭這邊 靠近俄羅斯這邊就是東正教 那他講的說普丁說你們利維夫那邊原來就是波蘭領土 一定也沒錯 因為波蘭領土在二世大戰之後向西移 史達林把過去波蘭東邊的一塊土地切下來 交給了烏克蘭 那把補償了波蘭就把普魯市 也就是德國的西邊的土地 東邊的土地切了一塊給烏克蘭 所以這些歷史上面的這些恩恩怨怨 德德斯斯都現在被拿出來炒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歐盟在歐洲 二世大戰以後苦心意志推動的 歐洲的團結跟和諧 我覺得這一次被這個 俄烏大戰把它震得搖搖欲墜 長期以來就不希望看到歐洲團結 歐盟成功的美國跟英國真的機會來了 我想他們只要把這場俄烏戰爭 繼續往前推的話 再打個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的話 那不只是烏克蘭的前景堪律 整個歐洲在二世大戰以後的團結 我想也會毀於一旦 現在其實當然講 包括烏克蘭的部分的狀況 唯一一個核心整個歐洲的裂解 當然這裡頭眼前最重要的就是法國 包括剛剛講 法國總統這個選舉馬扣紅的狀況 維漢這一點是不是有些要跟我們分享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我比較關注選舉了 戰爭那個問專家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現在是下午的4點半 法國的總統投票剛剛進行了兩個半小時 因為是台灣時間2點開始 這一次的法國總統投票 一共有12位的候選人 12位 你看一下這麼多 我們現在只點兩位 為什麼 因為他是第一輪投票 如果有任何一個候選人可以過半 那麼他就當選成為法國總統 但如果沒有的話 就進到第二輪 觀眾朋友2017年的時候 就是這位Le Pen跟Macron 就是馬克宏跟勒鵬 他們在5年前就對決過了 那你看一下他得票66 33 差很多 觀眾朋友 第一輪的時候 5年前的第一輪 馬克宏拿23 這個Le Pen是拿21 其實沒有差那麼多 但到第二輪以後 第二輪是在4月24 第一輪就今天4月10號 進到第二輪之後 就只有前兩名可以對決了 所以12個人會變成沒有過的 第二輪就是兩個 因為現在目前 我剛才跟上哲哥講 上哲哥那邊有個民調 導播可以拍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他們距離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遠 而且隨著烏克蘭戰爭發生之後 反而這個Le Pen 他居然拉近了跟馬克宏之間的距離 好 這個是支持度 法國的媒體有做預測 有點像是未來市政交易所 我給大家看看 看了也會嚇一跳 法國媒體所做的預測 兩個人基本上 得到過半票數的可能性 都是有的 所以如果是馬克宏 對其他人不要講 他們兩個對的 他只贏他一點點 51.5 但是2.5誤差 他有可能49 48.5 2.5誤差 他有可能51 所以兩個人都有可能 所以他們的戰爭 剛剛大使講得很清楚了 從現在開始往後兩個禮拜 決生死 因為今天要有任何一位候選人 過半的機率不高 但是進到第二輪以後 可能就是這一位 重演2017年的對決 所以未來的兩個禮拜 將會是一個 因為Le Pen他是比較認為 我們沒有必要跟俄羅斯交惡的 馬克宏他是希望不要打仗 他也沒有譴責俄羅斯 所以兩個人現在目前的 那個市場區隔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剛剛前一段觀眾朋友 有沒有注意到 我在講說 其實如果真的這麼膠著 他倒不如就選一邊 我就是挺烏克蘭反俄羅斯入侵的 因為我以前跟他 我們也經常跟他好 也溝通過 還跑去那邊坐長桌 可是既然講不聽 我就譴責 讓法國希望這個支持 烏克蘭的民眾把票投給他 不過當然這個是馬克宏總統 跟他自己做的這個選擇 我只是跟大家講 這個選舉非常的激烈 最後要看投票率 因為法國大概都有兩成 他要先登記參選 然後最後他可能沒有去 大概有兩成的棄選 法國的選民有多少人 有4700多萬人 所以他的那個投票數 是比我們想像中還多的 今天是第一輪 如果沒有任何人過的話 這12位會挑出兩位 那麼將在4月24號 進行第二輪的驟死戰 到時候就會有一個人勝出 是 所以廣告前的最後一點時間 請教律教官 我們知道 現在又有和平的契機 可是每次戰爭打起來 和平都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但是實質上 你看現在包括歐洲的整個 分裂緊張態勢 和平在談的部分的機會 你覺得烏克蘭機會高嗎 我跟你講和平 也是要靠軍事作為基礎 是 對不對 你不能說我要和平 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和平 可是如果說你軍事上 你沒有辦法獲得一個 決定性的勝利來講 你弄和平是虛幻的 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看歐洲這些國家 包括美國 包括北約這些國家 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 為什麼土耳其 退役的空軍商要會講這種話 沒錯 說他在火上加油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他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 並不是一場讓他可以決定 勝利的一種武器 而只是讓他可以撐得更久的 一種武器 包括單兵的 或者刺針飛彈 這些武器 平常講在戰場上 都不足以構成他決定性的戰果 所以說是不是因此 哲倫斯基自己也發現到說 提供給他這些武器 他要武器 武器 武器 他希望畫的是進行區 希望得到的是 那種S300防空飛彈 或者是更先進的戰車武器這些 可是歐美國家提供給他的 只是一些刺針飛彈 星光飛彈 或者是說老舊的一些 前蘇聯時代的一些 老舊的戰車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哲倫斯基也知道說 他只能靠這個 雖然說在布查之後 他很堅決的講說寸土不讓 但是他現在還是要接受 和談的一些條件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這個和平 包括我們台灣在內 我們希望和平 那一定要有很堅強的軍事 當後盾 你才可以談和平 沒錯 請你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聞大白話